沒有辦法到海外去旅遊 所以大家就拿這個自行車 来当成一个度假的一个工具 也造成了自行车的 除了通行之外的一个大风潮 后疫情时代 带动自行车销量大增 据大董事长表示 先前SARS没有影响到欧洲 原本欧洲民众就爱运动 疫情期间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及自行车的民众大增 涌入的订单前所未见 专卖店 自行车店 下给我们的整年份的订单 这样子加起来的话 就是明年全部是满的 手上的订单非常的满 为了要social distance 那么其实自行车 是最好的一个sport 接单情况是到明年3月 全满载在生产 可能到3月还有部分的订单 都一直年务当中 电动自行车销量来自于欧美 那本来就是逐步的在提升当中 但是这一次的COVID-19 就好像一个燃眉助燃剂 台湾电动自行车出口订单成长 今年1到7月出口量为40.9万台 出口值达到5.22亿美元 相较于去年同期 分别增加20%以及18% 电动自行车属于高单价高毛利产品 美利达董事长透露 未来会逐步将产线改为电动自行车 强劲的市场需求带动产能吃紧 目前自行车大厂正面临缺料问题 自行车零组建大厂贵蒙集团表示 正加开产线因应 外贸协会邀请台湾自行车领导厂商 分享产业趋势买动 也宣布明年国际自行车展将在3月举行 以虚实整合方式展出 强化厂商与国际买主的连结 在后疫情时代持续强攻高阶自行车市场双击 新唐人的电视连玉团李静 张远廷 他们台北 裁缝不懂